字强 字强 字强最喜歡就是玩網上遊戲 他叫自己做鐵甲人21 因為他在遊戲中最喜歡做鐵甲人 今天他玩的不是這麼開心 還有點生氣 喂!那麼差勁呀! 癡症!懂不懂得玩? 不懂就不要玩! 玩啦 雷街坊 你遞了一隻遊戲去吧 是你不懂得玩啦 你回去玩單人遊戲啦 我死了三次而已 你反省一下啦 如果不是我保你 你死了十次都不止啦 打就差啦 露露露露 露露露露 第二天 在遊戲中的麻戰轉移到討論區 我拿金牌的時候 你還在玩單人遊戲 這隻遊戲不是算這些的 你真是不懂得玩的 這個鐵甲人也挺好笑的 玩得那麼差也夠當壞人 再過幾天 地強發現被人起了底呀 喂 你搞什麼呀 有人在討論區起了你底呀 在公審你呀 說你小學雞臭屁鞋呀 蛤 什麼事呀 你是不是搞錯了呀 我寫了你陸運會的照片出來呀 還知道你哪個學校 我們認識學校呀 蛤 怎麼辦呀 那些人還留言說要教訓我 自從被起底之後 自強的電話 偶爾就會收到欺凌的訊息 或者來歷不明的電話 自強放學之後 立刻就回家 因為他很怕有人來教訓他 他回家 他回家就在房裡不停用電話 看別人的留言 他一路看一路哭 他覺得好害怕 好委屈呀 我回來了 哥哥突然回來 自強聽到就立刻默眼淚 他不想讓哥哥知道 哥哥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沒人認 就入房找自強 見到自強站起來 電話收在背後 雙眼通控 自強 發生什麼事呀 自強忍不住就哭了 之後就將發生的事 說了給哥哥知道 自強你冷靜點 現在你被人在討論區公開了你的個人資料 我記得老師教過 他說對網絡欺凌最好的回應 就是不要作任何回應 你不要再跟他在討論區爭論 呃 但現在怎麼辦呀 呃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呀 啊 不過我知道 一定要跟爸爸媽媽和班主任說 因為我相信他們一定幫到手 當日晚上 爸爸媽媽和自強 一起打電話給班主任 自強現在面對的是其中一種網絡欺凌 是一個被人起底 個人資料被人公開的情況 自強你不要再在討論區裡回應了 因為網上的欺凌者往往是非理性的 不作回應可以避免引發更多的欺凌訊息的 雖然大家的個人資料被公開 不過大家一定要先保持冷靜 然後將自強網絡的帳戶暫時停用 例如討論區呀 聊天室呀 社交通訊網站等等 而且還要將所有個人資料都隱藏 或者刪除了它 如果繼續有收到欺凌的訊息 可以利用社交網站的欺凌功能 來停止接收欺凌訊息的 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們可以截圖保留紀錄 以後可以作為舉報的證據 如果情況嚴重的話 還可以在適當時 向互聯網服務供應商舉報 要求他們刪除那些不當的言論 也可以向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投訴 幾天之後 哥哥陪志強回家 我想回當晚跟爸爸媽媽說了之後 我真的沒那麼害怕 現在我開了新的帳戶上網 我知道首先要自己懂得保護自己 志強 今時今日網絡影響力很大 不再只是虛擬的世界 每個人都必須為個人 在互聯網裡面的言行去負責 要提防網上的欺凌 也都要知道 任何上載互聯網的資訊都有機會被公開 在互聯網上 要懂得保護自己 要時刻保障自己的私隱 我知道了